第二場是四班千二獲 第一場的重心場次 一號的傳奇 我想很多人都會選擇的 都沒可能不選擇 之前報名出賽大就取消了 今次再來跑就收拾個好檔 繼續用雷神 因為上次的配搭也是雷神 基本上你稱賽職 近兩場過來跑谷草都輸給神希飛馬 神希飛馬上星期上三班都去補中 即是再贏 三輪的那隻馬 趙青賽職和這隻馬跑谷草是最沙家的 強配雷神二檔 沒什麼藉口不選馬彈 不說那麼多就是選這隻 腳那套5號的肥仔我決定再追多一次 因為這隻馬一再說過 韋達對這隻馬是比較有情義傑 因為之前自己從騎的時候上櫃都贏過他 前次莫雷拉跑得不錯 拿了一隻Q腳 上場可能真的跑二疊 現在老了一點 這隻馬虧不起 追得不是太厲害 今次用利寶利騎斯曾經配過這隻馬 騎的上名 當時的馬在雷劍威那裏 五檔希望他這次拿到籃會好一點 因為我覺得這隻馬現在真的拿了一點 真的二疊未必吃得氣 再扔彎扔得出一點 又回來只有4-4-5 希望利寶利這次會聰明一點 再追多一次這隻老馬 再追多一次 9號的勁煞灑 上場輸比贏多多旋風腿 水準那一場是否很高呢 我自己覺得是一般般 跑第三 為何會再挑多一次呢 既然馬防 近兩場都刻意放他過來谷草跑球邊 第二次已經可以上名 我覺得再繼續跑谷草 當然這隻四歲馬還有一些進步空間 希望他可以再提升一點 因為上場輸比3個 還有賺了一點的前置形勢 今場可以再看多一次 12號的全心全意 前一場就喪追 應該大家都記得 很吸引這場 但是 上場的外檔 逼著擺前一點 跟前一次的跑法不太相同 回來剛剛就沒有了位置 拍輸給那隻熊王 馬防近排大王 今次撿回一個好檔 換個巴套 又是有些正面衝景 放在巴套上去 最主要都是追過旺的馬防 兩旗連中三元 那些馬邊線 他整批馬粗的一定要留意著 這隻又是要留意著 這場 穩膽一定是選擇一號鑽棋 配角就是選擇5號的肥仔 9號的競消灑和12號的全心全意 9號的競消灑和12號的全心全意 飛機 5號 1號 3號 3號